一年一度全国优质东方美人茶评鉴比赛 结果出炉 来自桃源龙潭的在地青农廖俊荣 又再度夺下特等奖蝉联茶王宝座 东方美人茶它的制程是相当的复杂 所以在三年前我们就集结青农 共同的来完成这件事情 今年41岁的廖俊荣退伍后 毅然决定返乡协助家业 今年来他把智慧农根运用在种茶 除了要创造更高的产值 也希望降低乳航门槛 吸引更多青农加入 我们有建立的基本的SOP 当想要回到这个产业的青农 他比较容易的能驾轻就熟的了解这个茶产业 东方美人茶又被称作捧红茶 因为必须靠小绿叶产咬茶叶制成 也不能喷洒农药 无毒有机入口后 头肩残留独特的果香蜜香 深得爱茶人士的喜爱 琥珀色的清澈茶汤 慢慢倒进茶杯中 清香扑鼻而来 专家对茶的外观水色及香味进行评鉴 能获选的都是一等一的好茶 除了茶叶评鉴外 也有国中茶艺社的学生到场观摩学习 因为茶之余客家族群 是非常重要的文化载体 茶道其实没有表面小那么简单 有很多讲究 它其实包含了很多老祖宗的智慧 除了这客家的茶 再加了台湾的特色茶加进去 然后让学生去了解茶之后 学习泡茶跟奉茶的一个礼记 这几年因为气候异常 茶能面临极大的考验 透过举办茶评鉴活动 及茶叶分级包装 维持市面上茶叶品质 消费者能安心选购 在地茶叶也能继续传承飘香 民事新闻周炳瑜桃源报导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